他蓋個小地寶 當社會住宅 小地寶在哪 選完以後小地寶不算數 騙一騙就算了 洪一這個政府是怎樣 蔡英文提政策 其實加隆講得好 很少首領候選這麼注重政策 他才17千還衝回來怎樣 開記者會談政策 台灣政策在衝下去 為什麼要談政策 因為這個東西很重要 長照不只是對老人 很多年輕人需要長照 不是要照顧他自己 是照顧他的父母 他的老年家 老人家 老人家如果真的遇到這問題 年輕人也不一定能負擔得起 所以這是整個社會 都要注意的問題 所以我洪一我覺得 今天提這些 馬英九你繼續找那些有錢人 幫你站在旁邊 我不相信台灣老百姓看不清楚 其實我剛才有檢討這幾個 這個議員已經放過了 可是有朋友再去看 重播你也要注意看 蔡英文你宣布 勞工政策跟長照體系的事情 一個字都沒有看稿 對 所以他心目中非常了解 他最有神主 不然你不相信你再去看一遍 不好意思 其實你比到兩個政黨 這次要參選的人身體不一樣 我們剛才說總統後面站的是財團 國家的主員就是只有這些而已 誰不需要受到照顧的是什麼 就是這些大老闆 真正的照顧的是什麼 你說勞工事業 你跟這些無頭路的人 長照長照 有人跟我們長照 長期照顧啊 沒有頭路一定失職啦 有頭路不用受到 他說我這個有頭路 我不知道 買破 收無心者 不知道要怎麼 就算你沒有收到無心者的人 有人跟他說 我就做山崗而已 所以這個問題 創意不能看到 都看到這裡 所以不是說 這十年正崗 要怎麼去做一個六十 結果 我們這個總統 選舉一個要求 他每一次要選舉的時候 你給他看一人 誰要選舉 Longstay 這次要再選舉嗎 他就親自去大幾乎 Homestay Homestay 這次叫做Homestay 那個就收了 這個問題是說 他感受不到 感受不到說 人民你看看一個困難 錢已經拆開了 結果 人民都感受不到 現在自己為山為水 所以我是覺得說 蜘蛛看出來 跟紀元做一個冷渡者 你過去開出來 他每次都跳 結果現在想到的 後面站在那裡 你注意看一看 你會覺得說 在那裡都要跟他跳一人 是說 後面很困難 他現在還在想 還在想說黃金十年 這可憐 你要看什麼人的黃金十年 是啊 後面站在那裡也黃金 就笑咪咪就是這樣 那有什麼 那個什麼 那個兵工廠的 都黃金十年 我看那個黃金五十年 那就是貴重的 我跟郭兄姐派請講一下 派遣公司所有勞工裡面 受到經濟影響最大 那如果經濟或賣 第一個受傷的就是派遣公 那如果要抬就 第一個一定是台派遣公 他們沒有保障 他們來算走 做了就走了 所以我認為蔡英文 有顧到這位人 表示說 他有看到說 這裡面最弱勢的這一群人 我認為這個 這不是說 這個政策要照顧這些人 我覺得這是有一個象徵性的意義 就是說 他會全面性看 我們一個社會 最主要照顧 最欠社會來照顧 政府照顧 是哪些人 他有照顧 我覺得這件是不簡單 是 我現在有很多人 會批評 怎麼說會批評 我給大家看一個邀請函 先看頭前這張 這朋友傳到我 2011深郡地區台商聯誼會 他邀請大家去參加什麼 聯誼會 十分 這張 程序 時間2011年11月23號 晚上6點到9點 地點深郡市保安區 福永保利來酒店 主席誰誰誰 主持誰 主持人介紹議會的嘉賓 跟馬英九 大陸台商深郡地區後援會 主要幹部 原來聯誼會是要介紹什麼 介紹這個 好 後來 請馬英九 大陸台商深郡地區後援會 總會 張周援會長支持 請馬英九大陸台商後援總會 郭三輝總會長支持 請國民黨 江炳坤副主席支持 請江炳坤副主席 給馬英九大陸台商深郡地區後援會 幹部頒發聘書 請江炳坤副主席跟主持人 帶領大家一起呼聖選口號 好 再來晚宴 畫耍再吃飯就對了 晚宴跟文藝演出 好 再來 文藝演出還沒有賴勝傳 我玩笑 我玩笑 再來看 盛前口號還沒看 請大家一起呼口號 領呼喊 台灣加油 大家就要祈呼什麼 讚 台灣加油 讚 台灣加油 讚 讚 讚 馬英九 動算 馬英九 動算 馬英九 動算 讚 讚 嚇壞 你知道嗎 要畫這個讚的時候 還有一個箭頭往上走 你知道嗎 手要舉起來 不是啦 音調 讚 這樣 你怎麼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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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台中其實是重點被頂這兩抓 你看 彭怡兄 這是台商被騙去吃飯後才知道 免錢的選舉犯 是否涉及公然會選 我看 公然會選 你也沒辦法 約談 你叫我 是叫公 你不會去那裡才知道 人是最害 你會叫人是最害 你拿著看人是最害 兩張是北京人民大會堂 這尊重的 你看一路由北京一直營下去 表示是全民生 那是統戰部在控制 江平均是海紀會的當事長 是廣泛應該在顧到任兵的 但是你看看 現在在統戰部控制中 江平均 不怪人在四川 那個重慶市長 那個師傅的博義 博士來 博士來 博士來講 說平均啊 你對祖國共性很大 是啦 我現在要跟大家說一說 台灣的北京坑路 是心裡很爽的嗎 等一下呢 我們開放給大家Call in 先休息進廣告